三三旅游巾 跟着三三去旅行 不会迷路不会瞎 怎么玩如何走 幸福感觉跟着走 三三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德州中文台 大家好我是三三 很高兴今天做客 我们节目的依旧是我们 电台的民主持人 同时也是国宝级的摄影大师 贾中贾老师 贾老师您好 你好三三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 我们这一连串的三集节目 我上一个礼拜 其实不是我们的节目 但我突然听到了我的节目 本来是上上个礼拜 我们应该播出 结果停电 这个搞得人心惶惶 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说您家来电了吗 真的很辛苦 我应该现在所有的朋友 应该都恢复了 只是有很多的 我算了算我是150个小时以后 就是我周一的凌晨 两点停电的 到周六的晚上九点才来电 中间他又停了一下后来 这么久啊 对 那我算是幸运的不到24小时 所以我周四那天 我就给胡主播发信息 我说这个电台有电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完了 他也做不了节目了 那个时候虽然我不在Hewson 但是我是每天早上 不管我在哪里 我都会在同一时间 你还逃过这一节了 是逃过了这一节 但是我会在这个时间 马上收听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节目 所以发现 奇怪第一天没节目 第二天没节目就知道了 因为之前我们电台也有一次 因为风灾的关系 也是停电停了 但是从来没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对 不过这一次我们把这个节目 变成连续播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节奏感就完全不一样 是 因为你听起来就特别的过瘾 有连贯性了 对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前几天碰到一个朋友 他说你们那个前两集 那个讲那个秘鲁的事情 讲得非常非常的仔细 我就说真的 如果你是跟团走很多大的事情 你可能没有特别需要注意 但是一旦是你是想要自由行的时候 这两集节目听下来 对所有的听众朋友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包括这些护照随身带 包括这个所有的火车 包括马丘比丘 必须要事先预定你才能去得了 而不是说你买张机票 订个酒店 你就可以走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 旅游前的这个功课 肯定是要做好的 对吧 再加上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告诉所有听众朋友 你该注意的事项以后 那就是完全大大的不同了 不过我们今天还要把这个 这个秘鲁型的这个东西延伸出来 讲这个文化历史的部分 讲这个我们有贾老师来好不好 其实呢 这个旅行的最高境界呢 你还是要了解这种文化 尤其是像秘鲁 去秘鲁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 就是印加文明 印加文明 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参观马丘比丘也是参观 也是了解印加文明最精华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你要了解什么是印加文明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 我想我们两个就给大家聊聊 这个印加文明 其实说起来印加文明 他这个应该讲距离我们的这个时间呢 应该不算是太悠久 就是大概你像西班牙 这个入侵这个秘鲁之后 也就是15几几年的事情 15几几年的事情 那么印加文明就在这个时期呢 算是被终结了 那么其实在之前呢 也就是它发展的最鼎盛时期 也就是那么一百多年的这个历史 应该讲从这个和玛雅文明比起来 就是我们墨西 我们旁边的这个墨西哥的 墨西哥的玛雅文化 当然你比如去凯昆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玛雅文明的遗址去参观 玛雅文明 它的存在的时间呢 是比较长的 它的存在了大概 就是公元前 就已经开始一直到 也是到157几年这段时间 所以比这印加要久 比印加文明时间要很 要要久 长多了 要要要长 但是印加文明呢 应该讲这个 印加文明一个最大的一个事物 就是说 印加文化没有文字 就是没有文字 它没有文字呢 它就会造成它的 传承的就会 传承的就会中断 我和这个导游就聊起来 这点问题 他说 其实呢 他们这个一些土著人 也有自己的一些语言 但是没有文字 语言呢 就是口口相传 就是慢慢长辈讲 慢慢讲 讲出来 但是他又没有文字 这些东西的记载 那么 这个文化的传承呢 就会 就会断 因此呢 整个的 你想 整个的 秘鲁地区 包括周围的一些地方 都讲 西班牙文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什么印加文明呢 那么现在究竟 这些创造的事情 都到了哪里去了 那么今天我们大概呢 跟大家去聊聊 这段的历史 其实 印加帝国呢 我查过的一些资料 和当地的一些导游去聊 他在最辉煌的时期呢 其实他包括了一个 很大的一块疆域 就包括 以秘鲁为中心 就是以这个 印加古城 这个 库斯科为中心的 这一块 那么 就包括了 你像 这个 伯利维亚的这个部分 这个厄瓜多尔的部分 格伦比亚的部分 还有包括阿根廷 智利北部的 整个的 这一大块的 这个地方呢 这都属于 印加帝国的 这个范畴 美洲原住民的 是是是 所以他 所以我们这会去 秘鲁 你参观最精华的 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马丘比丘 那马丘比丘呢 是 印加文明发生 发 就是发展到最 最辉煌时期的 其实呢 他们也考证 因为他 现在被成为 这个失落的一个 一个对 他这个就 马丘比丘 失落的城市 失落城市 就是说他 你过去看的时候 他建在一个 半山腰的一个 山谷的 这么一个中间 其实呢 那么以前呢 我们现在有 有汽车 可以这样走上去 那么以前呢 就是我们上次介绍 有个古印加的小道 他那个走那个小道 你要冲库斯科 这样的走过来 这条小道的话呢 你就是利用 现在的这种装备呢 你也得走一个礼拜 一周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 你说那个时期 要走 也得走个十来天 你才能走到这个古城 当然这个古城 山谷满丘比丘 他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这个古城有水 就有水 就有生活的 这是源泉嘛 加上呢 就是 他的一大方面 是就梯田 梯田 对 所以他周围有梯田 有水有梯田 就保证了 保证了居民的生活 所以他可以自己自足嘛 那么我们去呢 比如说吃那个 巨大粒的那个玉米 就在梯田上种的 那么这个玉米 是当地人的主食 当然我们现在普遍的 这个马铃薯 这个土豆 马铃薯 这个马铃薯 其实也是在当地的 古印加帝国的这种产物 后来他传到中国 包括红薯啊 红薯不是成为番薯吗 在中国 其实他也是从南美地区传过 这个当地的这个饮食 无外乎就是这些嘛 主食他们的主食 所以说你去看 马丘比丘的时候呢 他虽然是做这种城市 是在这中间 这个非常封闭的这么一个城市 但是呢 他有水 有梯田 就保证了他的生活的这个必须 是 对 所以呢 你其实看的时候 你去了解到这段的这个 外在的这种文化 这种历史的时候 哎 你也知道 哦 他们的生存是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生存 是 啊 所以像马丘比丘 这么一个这个古城呢 大概 呃 在 也就是19 190几年 1911年的这个时期呢 才被一个美国的这么一个学者 所发现 他才开始 呃 向世人公布 哦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 那么你去 你你去到这个地方去 现在你去到这个地方 看的还是非常震撼的 啊 我们也可以是他也可以按照他的要求的这个步道 我们深入到城里边去看到当时的这种辉煌的这个这个建筑啊 嗯 那么西班牙入侵的时候呢 呃 西班牙人来了之后呢 呃 当时呢 没有做所谓的这种工程啊 或者是就是就是说武力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形式 没有回损太多 对 所以他其实他是没有回损 就是说他来的时候当地人听说来了之后呢 就就走了 嗯 就就跑了 所以这是一个空城 这是一个空城 就是空城之后 人们也走了之后就没有再回来 所以呢 这个美国这个学者发现之后 这应该是长满荆棘 长满草子这么一个地方啊 后来这是开发的 当然这个学者 呃 考就是考察嘛 呃 那么也有对他有争议的地方 就是他拿 就是说 从那里面掠夺了 可以讲掠夺了 一些 一万多件的这种 文物啊 这些资料什么 运到美国 不是前一段时间呢 呃 就奥巴马执政的时候 还还秘鲁政府和美国政府打官司啊 就说是 这些文物一定要归还 你要归还 这个据说在哈佛大学的这个图书馆 后来呢 这个奥巴马总统呢 也在中间斡旋这个事情 最后呢 动员哈佛大学呢 还回了大概90%的文物 还回去了 就美国政府也好 就是哎 这个你要现在要 我就把你还回去 当时也是做研究过去的 这个我觉得 这个就是对历史的一个政权的一个认识吧 啊 我觉得这是 就是 还回去是应该的吧 应该 对 所以这个 但是当时的这种状况呢 说你出那儿 拿回来 你就像八国联军 抢中国 抢了很多的地方 现在呢 你像大营博物馆啊 像法国的这个卢浮宫 都有一些那个时期的 抢夺的一个 你说现在要还回去 反正他们 还讲那个时候 就是一个历史的一种 这种情况啊 也也很难说啊 但是呢 这就是说 毕竟经过中间斡旋 还回去的一部分 实际上 我们对这个历史的了解 有更深深一步的了解 所以呢 这是印加文明啊 印加文明的 那个 马丘比丘的这么一个 失落的这么一个城市 让我们所见证到的这块历史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我们觉得需要了解的一部分 对 就像您讲到 这个 如果没有这一位 学者去 找到这一块 失落的这个城市的时候 这一块地方到现在 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去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马丘比丘 我们前提前也介绍了 就是说 他实际上呢 他是在控制你参观的人数 因为联合会教科目主力 把它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呢 就是说 现在专家们担心的是 由人过多会造成 比如环境的这个破坏 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破坏 所以他要求 必须要求他的这个规定的步道 你不能越界 其实是一种保护嘛 那么还是由于 人都会造成一些环境的这种干扰 比如说 汽车的 这个你看 整个参观的人呢 在他那个镇叫热水镇啊 那排起队来 能够排 几百米长的队 来坐这个车 这个车呢 一个车呢 最多也坐个二三十个人 就不停的这样子走啊 接啊 接啊 送啊 而且他要求你进去之后呢 只能比如待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必须要出来 而且呢 规定好的 比如说你入门的时间 你不能提前 你不能推后 就是你预定好的时间 必须要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 所以你进去参观 去了解这段文化的时候呢 你就不注意搞到那种 这个人头挺废啊 人紧人 不是 他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这样走 就是说在于他良好的 合理的控制人群 所以我们上次就介绍到 所以你要提前预定 提前预定 预定这个门票 他这个门票发送的时候 于是严格按照他的 时间 规定的人 规定 规定的人数去发售 是除非是 像我们等这个 有人退了票了 没去啊 再有这种可能 但是呢 他严格的是按照这个 这个要求来的 绝对不会超卖 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点还是比较赞赏 是对于这个文化的 我觉得这个是 得是一个保护 是一个很好的 也让提起人们呢 就是说我预定好了之后 我就必须要去一趟 这个感受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是必然的一种一种形式 所以呢 了解这个阴加文化当中最主要的除了这个马丘比丘之外啊 你是必须要去的啊 那么其实呢 你就是包括第二大部分的就是库苏格古城 是 我们上次我们呢 我在那住了两个晚上 住了两个晚上呢 那你就可以 其实呢 有两个整天的时间 你去独自的去 去游览这个库苏格古城的话呢 你都游不完 那你就有点感受到 你置身在这个 十四十五世纪 十七的 这么一个城市的这个 这个氛围之内 是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当然现在呢 就是很多的 他周围就是说 你将以武器广场为主的这么一个范畴 去感受这种印加文化呢 那你去感受呢 就除了印加文化和 这个西方文化叠加造成的一个历史的这种扭曲感之外 那么你最主要的是说 你可以体验当时的一种一种那种 现场的氛围 你比如说他很多的教堂 很多教堂是在这个古印加这个 比如是什么太阳神庙啊 神庙的这个基础上 他去盖的 那我查了一些资料看呢 就是说当时的西班牙的这个这个人过来之后 西班牙过来之后呢 就把当地的神庙就拆掉了 然后 那么这些呢 是在这个他的基础 他的基础呢 就是那个砖 那个石头 在那个石头之上盖起来的这个 新的 西方的 对 这个东西真的越听越有趣 除了介绍秘露以外 还要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历史背景 对 不过我们在这边稍微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喘口气 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回到 三三旅游金的节目现场 很高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贾中贾老师 我们就上一个阶段休息的之前的库斯科 我们再来开始聊一下 对 其实说到这个库斯科呢 确实是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历史呢 去了解 就了解殖民文化的这一块 了解这个英家文化的这一块 它是两个文化叠加的 叠加的 重叠的 他那个你像很 那个他那些教堂 巨大的教堂 你在底下看的时候 他的基石的部分 就是 原来 古英家的这个石头 就雷起来的 那么这个石头 我们上次介绍了 说他呢 没有任何的粘接剂 就是石头 沿河无缝 哎 这么弄起来 那么 导游说 你甚至连个纸 你都塞不进去 就是这么 这么 这么石 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呢 上面的部分是用了 用了沿河剂 有砖 那么盖起了这个教堂 这个 这个你看了之后 我去教堂也参观了一下 然后在 外围也在看了一下 那么这个石头的 这种历史的 畅商感呢 就你想起了 印加文明时期的 那种辉煌 对 那么整个那是 环绕武器广场这一块 就包括在周围的 这个半山的 这个地方 有一个 有一个 古城的遗址 这个就是 我们称为 叫 长石镇 这个就是 巨大的石头 排列出来的 那么一个 几百米长的 那么一个 长石镇 长石镇 这个全部是石头 垒起来的 这个也是那个时候 离留下来的 这种算是 古建筑的 这种遗迹吧 你很难想象 因为以现今科学 这么发达的 这个你要一块 大石头并不难 你想想看 在这个 这个是 你很难想象 这个以前的人 是怎么能够用石头 来盖教堂 盖建筑物的 对关键就是 要花怎么样的人力 关键就是 专家也很纳闷 就是你比如在 马丘比丘 他们这个 巨大的石头 是怎么去 弄上去 这个也是 很有意思的 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 很多迷 那么我在周围 也看到了一些 还没有用的 一些原石 正在摆放这边 等等 这些的都是迷 这些 但是这个巨石镇 让你看起来之后 确实 还是比较震撼 蛮震撼 那你去看这个 整个的 他的一些 一些民俗的 我走了一些 民俗的巷子里头 甚至现在有人 居住的房子 也是用石头 盖起来的 对 就在想说 这个是如何 达到这个 对 这也是 英家文明 让我们去了解 他的一个 非常好的 一种契机 这是说 从建筑 这种结构 从这个文化上来看 当然 外来的这种文化 这个入侵 使得整个的 就是把当地的这种文化 原始的 印加文化 就摧毁了 但是他还留下了 这种遗迹 就是说 库斯科确实是 让你了解这个文化的 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地方 虽然上半部分 是西方的这种教堂 下半部分 还是保留人有的 印加文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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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建筑的 一些东西 让你去感受 对 那么除了这个 库斯科之外 就是周围的 有些印加文化的 这么一块地方 这就是 我们称为叫 圣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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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名称 就是 以库斯科为中心的 方圆几百公里 范围的这一块 都属于 那么这个地区 这没有 他有很多 那么我们重点 去参观了一个 当地资料查吧 他叫这个 也叫培都 就是说 库斯科被攻陷之后 西班牙军攻陷之后 那个 当时的国王 就带了一部分人 逃到了 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欧艳台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 坐火车去 马丘比丘的 这么一个 必经地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小镇上 一个小镇 住了 住了一晚 住了一晚 那么去感受 他是一个 旁边也是在半山上 有这个一些 建筑的这个遗址 有点感觉呢 你一眼望去 有点小马丘比丘的 这么一种感觉 那么房子也是属于石头 房子 石头的路 这个地方呢 反正我们去的时候 人不是很多 你可以非常惬意地 再去走一走 旁边有这个 像类似于农夫啊 在那卖一些手工的制品 就是那个 用羊托毛 编织的一些东西 坐在那儿 你感觉到这个 很有点这个 原始的味道 非常非常好 那么这个是 值得 包括他旁边 有一个村子 叫披萨克村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啊 等等 这些呢 都是很完整的保存了 殷家文明时期的 那些村落 那么至于周围 比如说有 有这个梯田的遗址 有盐田的这个遗址 等等这些呢 你 你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你可以去看 他有的那个梯田呢 你可以出 居高往下去看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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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个造型呢 也非常的这个 这个独特 是 所以这些呢 就是 这属于我们从视觉上的 去一种感受 当然呢 我们从其他方面 也可以感受 你比如说 我就刚才说的 这个编织的 这个羊托编织的 这是印加文明 一直以来就有的 一种编织的一种方式 那你可以花个 这个大概当地的货币 十四五个货币 当地货币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买一个 这样的编织品 那么你就可以体现 那个 比如说是 这个 美食 就是 巨大的这个玉米 巨大的玉米 用它制作的 玉米面的 这个 这个饼子 这个也是属于 印加人的 这个食品 就包括什么 土豆了 洋芋 这个就洋芋了 土豆什么 什么什么 红薯之类的 做出来的 这些食品 食品 能去感受 就说 在那个时期 人民就是怎么吃 到现在 人民也是这么 这么一种吃法 那我觉得 有些地方 因为我也去过 很多地方 那有些地方 就给我感觉上 因为这个 后来的这个 参观的人太多 或者是成为 这个一个景点之后 反而变成 有一些商业化 不过这一次 贾老师给我们带来 感觉上 秘鲁本身 还是一个 保留非常原始的 所以我感觉 没有像在中国 旅行点那种 过度的商业化 当然你看 我导游也带 带我们去了一个 一个手工做法 一个陶器 就是古印加的一个陶器 他现场制作陶器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那个印有印加文明时期 那么一个 一个小陶罐 它里边是 是有一个 外面的就是用泥的 这种陶器 这个很代表 当地特别 也不是很贵 当地的货币 大概四五十块钱 十五块钱 也就是十来块钱 美金的样子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 一个呢 什么 包括一些 就是像阿根廷 像智利那些 喝茶的 就是马带茶的 那个罐 也是印有 印加文明的 编织的一些东西 这些 虽然是一种工艺品 但是呢 他们讲 反正你也可以讲价 也可以讲价 也可以 这个 这个去了解 这种文化的一些东西 对 赵老师 你有没有听到 突然我们有一个背景的音乐了 对 我们把那个 不好意思 Sam 可不可以把那个音乐 稍微再放大一点点 我们想要请贾老师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会播放这一首音乐 对 这一首也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了 其实听众朋友 仔细听你 我想你去中南美洲 很多你都可以听到这一首歌 是 这个就是著名的 山音之歌 那么这首歌呢 是 我在现场聆听了 这个是用排销 秘鲁排销 当然排销并不是 秘鲁发明的 其实这个销是中国发明的 那么传过去之后 它的销 巨大的这个排销呢 能有一人多高 吹低音的 还有单筒的销 还有这个 比如说是 小一点的销 高音的部分 那么它有 大概三四个人 合奏的时候呢 就产生一种 不同的 不同的这种音调 那么这首是很著名的 这个秘鲁的 这个名歌 叫山音之歌 是 这也是一个美国的 一个乡村的这个歌手 把它唱出来 然后让世界 成为一个秘鲁的名曲 是 那么 这首歌其实是 这歌颂 他当时的一个 反抗西班牙 信念者的一个国王 名叫这个 图帕克 阿哈马鲁 我们在 这个库斯科的时候呢 刚好遇到这个 游行之纪念这个国王 所以这个广场 有一股 这个国王的 鼠像 所以这个歌呢 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其实现在呢 我们听起来 也非常的有名 那么这个 拍摇吹出来之后 在安地斯裁卖空旷的 这个山阶带 回旋的时候 那个 正拍那个不一样 对 这首歌 我其实我 我记得 我不知道去哪个地方 包括智利 包括 我自己也去过 是因为这个 邮轮的关系 你经常听到 这个这首歌 但是呢 我一直以为 是美国的歌 对 直到那天 贾老师把这一个 传给我 以后我去 solo一下这个 发现 这个真的是 印加文明的一个代表 对 是 是吧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是不是就在这边 以这首歌 来给听众朋友 然后做一个结束 是的 好吧 谢谢贾老师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许我们找机会 再把其他 还有需要补充的东西 讲完 是 好不好 OK 我们有机会再见 好 谢谢贾老师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 空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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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